把时间往回倒退80年 那会儿开在路上的汽车 会是一个完美的噪音制造者 不是发动机制造出来的噪音 而是它轮胎 由于采用的是形状和尺寸 都非常相似的胎纹 并且还整齐划一的排列成网格状 于是当它们碾到路面上后 就会以异种频率发出声音 响亮又刺耳的声音 如果你曾经碾过 类似这样的金属格山 或者是这样的高速公路减速带的话 应该就能明白 这是一种什么节奏的声音了 在声谱上面 它会呈现出这样一个明显的大峰值 并且不断重复 谁能受得了呢 那怎么办 科学的方法是 将这种集中的声音能量 给分散开 把峰值拉平 使之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白噪声 于是这样的胎纹就出现了 它将花纹块错开来排列 避免它们同时着地 也就能大大降低噪音了 随后改进继续 它又将这种均匀的花纹块 再次分解 变成小中大 三种尺寸并分组排列在轮胎上 使每个部分所发出来的声音变得不同 叠加在一起后 果然噪音更小了 所以现在大家满足了吗 显然没有 虽然小了很多 但它还是会发出三种声音不同 但厌恶程度却相似的声音 因为整体上看 这三组花纹块的排列还是不够随机 它们总是在以七大一小 六中的固定顺序不断循环 好了 原来问题的根本是不随机 那咱就让它随机起来 今天的轮胎就是这么做的 它们的花纹块被分成了这样大小不同的三组 彼此之间有点像是我们用PS里面的变形工具给拉了一下 然后随机排列 使不同的声音表现充分叠加 因此你在这张声谱途中就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峰值了 轮胎发出来的噪音也就变得温和许多了